哈囉,我是阿滴 哈囉,我是知道者娃 我是清清 我是莫婷 今天呢,又到了我們阿滴家教玩的時間 今天第一次喔,有同時兩位女神 跟著夾雞 我有點緊張,比較害羞 但是還好,因為我們其實之前已經一起去拍過一次影片 然後我上次拍片就已經是長這個樣子了 他們在我的心目中都是穿著制服的樣子 我只看過他們穿制服 因為我們才14歲,確實是當家 喔,是這樣子 那今天呢,很開心可以邀到琪琪跟父親來當我們的佳教班 我在開始之前呢,想要先問一下 你們的英文程度 問什麼都是英文的,真的 就是14歲的英文程度 14歲的英文程度 好,了解 我多印差不多700多 但是我現在真的退步很多 OK,OK 我之前已經跟鬧友們拍過一支影片 然後跟他們拍片的體驗就是 覺得自己被服飾得很好 真的非常舒服 然後還得到很棒的禮物 第一次拍攝家教班 居然還有水果跟茶 我真的是太感動了 媽媽精心準備 欸,真的很像 就真的家教班 家長會準備 而且就是那個成績也很好的大學生來打工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的主題呢 是叫做 DAT子句 你知道什麼是子句嗎? 子道 子達是什麼? 其實在後面的 喔喔喔,這有講對 那子句裡面會有什麼東西? 忘記了 忘記 真的忘記了 好,沒關係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教你們 這一個類型的子句 好 那我們在正式教學前呢 先進入一段廣告時間 你有每天早上爬不起來的困擾嗎? 如果有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介紹的這款 說書型鬧鐘APP BookMorning 它是由記上程式的開發團隊 4Desire以及製作返校還願的赤族遊戲所聯手開發的作品 結合鬧鐘跟故事閱讀的設計 只要每天在約定的時間準時起床就可以解鎖當天的章節 閱讀一則從宇宙故事波傳送而來的床編故事 而在BookMorning裡面的三個精彩故事 也是由赤族編輯群以及4Desire創作 包含戰爭、推理懸疑、科幻、療癒等豐富主題 你可以自己選擇喜歡的故事類型 像我自己就還蠻想要玩玩看裡面的最後一隻貓 因為故事充滿了懸疑 每天都很期待要來解謎 它的目標就是要讓起床變得很好玩 以互動沉浸式的閱讀體驗 讓人每天起床都可以享受成都的樂趣 BookMorning即將在各大App平台上線了 如果你也想要讓每天準時起床這個日常挑戰變得好玩 快點擊下方資訊欄提早預定BookMorning 就不怕錯過最新資訊囉 我們在Gentlemen一開始 都會先請你們翻譯看看一句 這句話會帶到我們今天要教的東西 我們上次一起拍攝就是我有三個妹妹嘛 對不對 大妹 二妹 還有一個三妹 是我們的阿翔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這支影片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請你們試試看翻譯這句話 阿翔在影片裡面穿女裝很好笑 OK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句翻譯 你有什麼想要改的地方嗎 不用girl 你覺得不用girl 對 可以喔可以喔 好 It's so funny that Aaron wear dress in the video 這邊的話主要就是一些實態跟罐詞 一個dress前面要有罐詞 所以要有 對 然後wear呢 它是什麼時候穿的 之前 之前嘛 所以wear要變什麼 過去式 對對對會變war 所以要這樣 It's so funny that Aaron wore a dress in the video 這樣就對了 好 所以其實整個架坡是OK的 很棒很棒 我覺得你可以耶 沒有沒有 我覺得真的太快了 而且你也是有給meaningful input 你很棒 佳佳就是要不斷稱讚這句話 好 很棒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這一個 DAT OK 這一邊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DAT指句 DAT Aaron wore a dress in the video 這個就是由DAT這個關係代名詞 所帶領的一個DAT指句 它是在補充的說明 我前面講的東西是什麼 It's so funny 我在講的是 我們覺得什麼好笑 就是阿翔穿女裝這件事情很好笑 DAT這個字很常見 所以大家很容易搞混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很多人都不知道說 DAT指句的那個DAT 可不可以省略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要把這兩件事情 那首先呢我們先往下看 DAT呢 除了當作是指句 帶領指句之外 它還有其他的用法 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有這個 DAT is really nice of you 跟 Are you really dead hungry? DAT is really nice of you 這個DAT的中文意思是什麼 那是 對 那個嘛對不對 如果你說我想要那個東西 要怎麼講 DAT 對 I want that 對不對 所以這個DAT它在這裡 叫做代名詞 我想要那個東西 所以它放在這邊的 就是作為主詞 然後這裡是我們的動詞 這樣子 那這裡呢 Are you really dead hungry? 那麼 對 那麼 那麼 它是一個副詞 所以它有點像是 瘦的感覺 所以 Are you really so hungry? Are you really that hungry? 是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 DAT有這兩種用法 那這些都跟指句沒有關係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去 真的指句的用法 這邊是我自己翻的 剛剛前面那句話 It is funny that Aaron Dressed like a girl in the video 這樣子講也可以 你們剛剛的說法也OK 這邊的話 DAT的指句齁 它就是由DAT帶領的 那它的特點呢 就是它會是一個完整的一句話 沒有錯 所以才叫子句 那這裡面完整一句話 會需要什麼詞性? 主詞 對 主詞 主詞動詞 會在指句裡面 那這一個指句裡面 主詞動詞在哪裡? Aaron是動詞 沒錯 Aaron是主詞 然後動詞呢是 Dressed 然後 Like a girl in the video 就是我們在補充說明 Dressed是什麼 所以我們把DAT遮掉的話 是不是 Aaron dressed like a girl in the video 它是不是一個完整的句子? 對 但是它用DAT放在前面 它就成為一個DAT字句 所以直句是這個意思 所以英文它其實是用很多不同的直句 堆疊起來的意思 然後直句它本身就是一個語言的積目塊 它可以被放在一個句子裡面的各種位置 所以比如說一個主詞它單純可以是Aaron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延寫成是一個直句 然後把這個直句塞進去主詞的位置 所以有點像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每一個坑都可以用單純的一個單字塞進去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寫成是一個直句塞進去 如果你想要講更多的東西的話 那到這邊都聽得懂嗎? 聽得懂 聽得懂 我現在有成為我深刻的時光了 有有有 我覺得你有進入到一個專心的 有我現在很專心 那戴直句可能會出現在哪一些地方呢? 我們剛剛講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所以有主詞的地方 有受詞的地方 有不遇的地方 其實都可以出現戴直句 要注意的是 主詞這裡它可能會被虛主詞取代 這待會我會講 然後補語的話會分主詞補語 名詞補語 形容詞補語 就這些位置都是戴直句可以出現的地方 所以講到這邊呢 我們就是解決了剛剛講第一個問題就是 戴的各種用法跟戴直句可能會出現的地方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去就是 我會一個一個示範說 他們長什麼樣子 跟他到底可不可以省略 就是第二個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戴直句作為主詞的一些範例 這個直句到哪裡結束 cancel 沒錯到cancel結束 好主詞動詞找出來 主詞是game 然後動詞 動詞是 wascancel它是有點像被動詞 所以這整個被取消 對被取消 所以這邊我們看到 that直句作為主詞 它是不是這一整個是主詞 那這一個主詞後面的動詞在哪裡 isappointed 沒錯disappointed 這一個句子可以簡化成說 that disappointed everyone 那個that就是主詞對不對 那個那個我再指的是什麼 比賽被取消這件事情 讓大家很失望 這一整個直句是主詞 然後這個動詞在這邊 這個是戴直句作為主詞的樣子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面這個 這樣很好 這樣有聽得懂嗎 對 有聽得懂 一樣戴在這裡 那直句呢分辨一下 直句在哪裡結束 到dress結束 直句裡面的主詞動詞找出來 he he 動詞 war 沒錯 然後這一整個直句是一個主詞 對不對 那這個句子的動詞在哪裡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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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是這個b動詞 that is funny 對這個that 言寫成that he wore a dress 什麼很好笑 他要穿一個裙子很好笑 這就是一個戴直句在主詞會長的樣子 好 但這邊我們要講一個小前提 這樣子的英文句子 其實是相當的不自然的 它有點傲口 就是沒有人真的會這樣講 它有點很文化的感覺 很不自然 回到我們剛剛這裡有講到的一個東西 叫做被虛組詞取代 這什麼意思 就是這些寫法比較自然的方式 是把這個東西放到後面 把這個that指句放在後面 它變虛組詞取代 我寫一次給你們看 你們就知道意思了 這句話是不是就等於是 it is funny that he wore a dress 對 這邊的that指句在哪裡 這裡 對不對 然後後面是不是就一模一樣了 對 所以 that he wore a dress 然後這邊這個it 這個就叫做虛組詞 因為這個it沒有真正的意思 它真正的主詞在後面 放到後面去了 但是這樣子的句子 反而是比較自然一點 對 正常會這樣子 對正常會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就是代指句 作為主詞 OK 所以這第一個位置 好那我們往下走囉 太累了太累了 我要吃一顆葡萄了 好你吃一顆葡萄 好你吃一顆葡萄 吃一顆葡萄 那接著代指句作為授詞 好這部分就交給你們了 請你們幫我框出來 來那請你 框什麼 框出來指句在哪裡 然後主詞動詞 主詞畫一條線 動詞畫兩條線 好下一個 好這邊我來教你 這一個它是縮寫 它是it is it is 所以主詞在這邊 動詞在這裡 down這裡不是動詞 但這邊是形容詞 所以只有have been 是動詞 但其他話都對 所以that you have been down that he will be home soon that it is her mom's birthday 全部都是指句 那這些指句 它是在授詞的位置 什麼是授詞 就是我接受一個動作 所以它會放在一個 一般動詞的後面 所以像比如說 I like you OK I love you 那個like love 就是動詞 那you就是接受這個動作 的授詞 OK 所以授詞是接著主要句子的動詞的後面 然後我就是補充說明說 這個動作是怎麼樣 對不對 如果我只講I know 那你知道什麼 I know that you have been down 我知道你最近信心不太好 所以後面這個指句作為 是一個補充說明的授詞 我們這邊就要進入討論 可不可以省略這件事情了 你們覺得 這裡的that 可不可以省略 可以耶 可以耶 可以對不對 為什麼可以 沒有錯 沒有錯 就是唸起來是順的 就是自然的 代表說你之前聽過這種講法 對 這是語感的一部分 雖然你有語感 文法上來說為什麼可以呢 原因是因為 他的that拿掉 並不會影響語意 所以這一邊的that 是可以省略的 因為他並不影響語意 OK 他不會因為省略掉之後 就不知道我這個動作在講什麼 或是這個主詞在講誰 所以這邊 代詞句作為受詞 代是可以省略的 好 那我們記得這個原則 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是代詞句作為主詞的補語 什麼是主詞補語 就是 他是在一個B動詞之後 比如說 I am hungry B動詞am Hungry 是在描述我的狀態 這個hungry就是補語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邊這次就讓 雞雞來做 請把代詞句框出來 然後詞句裡面的主詞動詞標出來 I am hungry 好 這個應該是is that he refuses to apologize that he is willing to pay 所以 問題是他 拒絕道歉 但是好處是他怎麼樣 願意付錢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debt可不可以省略 他作為補語的時候 我們的補語是我剛剛說的嘛 在一個 B動詞的後面 對不對 這裡是upside 是主詞 is 是be動詞 這個後面的叫做 補語 作為主詞補語的時候 這個debt可不可以省略 應該是可以吧 你覺得可以 你覺得 你覺得不行 好 答案是可以 原因也是一樣 不會影響語意 the problem 是一個主詞 是 然後he 是另外一個主詞 所以我可以很明確的知道說 問題是他 這裡也是一樣 upside is he 好處是他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這裡的話 debt也是可以省略的 好 所以這個是作為主詞補語的狀況 接下來我們來看的是 代指去作為名詞補語 這個會稍微複雜一點點 因為這個就會出現一些 不可以省略的狀況 你省略出來會變成是錯的 第一句話 this is the best game that I can play 這是我玩過最好玩的遊戲 the character that I picked is strong 我挑的角色很強 who is the man that is standing there 那個站在那邊的男人是誰 Russia is the one that started the war 俄羅斯開始戰爭 你覺得哪一些是可以省略的 這個吧 這應該不行聲 這邊會比較混淆一點 那我直接公布答案喔 前面兩個是可以省略的 嗯 後面兩個不可以省略 前面的都有主詞動詞 沒錯 後面的只有動詞 this is the best game I've played 不要 that 是不是後面因為有一個主詞 所以我會知道說 這個最好的遊戲 我玩過的 這邊這個 前後因為都有主詞 所以沒關係 語意不改變 但後面呢 如果你把 that 拿掉 會變怎麼樣 這裡燒了 對 所以 who is the man is standing there 它直接兩個動詞 就不知道在講什麼了 所以這個就不可以省略 哦 哦 這樣懂了嗎 懂了 我們最後來看一下形容詞補語 它是在補充說明形容詞 名詞補語是這一整個字句 在補充說明前面的名詞 形容詞補語就是這一整個字句 在形容前面的形容詞 這裡有 that 然後 we can make 是我們的主詞動詞 那最後讓你們分辨 這個可不可以省略 可以 可以 為什麼可以 因為後面也是有主詞動詞 沒錯 所以這個省略掉會不會影響語意 不會 對 不會影響語意 所以 I'm happy we can make a video together Again 你已經學會了 你好吧 你好 大家有學會嗎 大家知道怎麼分辨了嗎 所以我們來統整一個規則 我們就是要看 that 後面接什麼 如果 that 後面是接主詞的話 基本上它不會影響語意 所以是可以省略的 所以說 that he is rich that you listen 我 that 後面直接有一個主詞 所以不影響整句語意 那 that 就可以省略 但是如果 that 的後面是直接接動詞 那就不可以省略 原因是因為你看 that is standing there that started the war 如果你把 that 去掉的話 這個動詞會跟前面主要句子的動詞打架 我就會不知道到底在講什麼 沒有錯 所以這個就不可以省略 所以看 that 後面接什麼 就可以決定他可不可以被省略 但這邊也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錯的話 也有一招就是全部都不省略 因為不省略絕對不會錯 對 最安全 只是說有些時候無語指在講話 他會為了省時間為了偷懶 因為不影響語意嘛 所以我就把這個不需要東西拿掉 所以才會比較多流傳的版本 是沒有這個東西 那這個也是為什麼 that 字句 有一點難學的原因 就是因為很多自然的句子裡面 你會看不到 that 但它其實是一個隱藏的字句在裡面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英文我會看不懂 但英文如果你理清那個邏輯的話 就是像我剛剛講那個 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概念 我今天的坑都是固定的 只是我今天放進去的是一個單詞 還是一個字句 還是一個字句 還是一個介系詞的片語 這些東西會決定英文整句話長什麼樣子 所以只要你越來越熟悉 每一個坑的位置 跟可以放進去的東西 的這些積母的話 你看文章的時候 你可以一塊一塊的看出來說 喔這塊是主詞 這塊是動詞 這塊是受詞 這樣你就會閱讀速度提升 然後你對於文法的邏輯會越強 好 所以我們家要翻 其實真的cover了很多東西 那戴字句我覺得是一個 還蠻好入手 然後最後有一個很有利的結論 而且很常用的 而且很常用的 因為戴真的很常看得到這樣子 對 所以希望大家呢 今天看完這支影片 也有學到戴怎麼用 好 完成 完成 可以可以 欸等一下 走了 我們最後還有為你們兩個 準備了一個考試 我們要來看一下 你們學的多好 練習 練習一下 那接下來就是考試的時間囉 各位同學 作答時間 一分鐘 這個段落裡面有五個戴 我要你幫我分辨 拿一個是戴紙句 所以是戴紙句的 把它框出來 那個戴紙句在哪裡 然後它後面帶領的主持動詞畫線 主持一條線動詞兩條線 然後如果它不是戴紙句的話 請用圈圈把它圈出來 然後總共有五題 所以看你們能夠答對幾分 好 一題二十分這樣 總共一百 好 開始 可以嗎 教卷嗎 可以耶 教卷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 that day 沒錯 好 所以這個不是關帶 它就是那的意思 再來第二個 that was held in the TICC 這個沒有錯 這個答對了 that they would try to ask different YouTubers onto their channels for collaboration 是到這裡 好 不是到這邊 這樣子 但是這邊也是對 這邊是加二十分 然後這裡可以加十分 然後在這裡 這裡是陷阱題 然後這個 that 它其實是 so that 這個是一個連接詞 so that 是什麼意思啊 為了讓這件事發生 so that 這個其實是一個完整的句子 跟前面句子連在一起的連接 所以它並不是紙句 所以這邊錯了 that he would make an appearance in your channel 這個也不會 這個加二十 所以這樣子呢是二四六 你拿了七十分 耶 限制題我本來應該要錯啊 對 限制題本來應該要錯 然後這邊的話 稍微缺了一點點這樣子 我覺得 OK 很棒 那我問你 that was held in the TICC 這個 that字句 的 that 可不可以省略 不行 因為沒有名詞 沒錯 很棒 那這個 that he would make an appearance 這個 that 可不可以省略 可以 可以 OK 好 很棒 我會 妳會嗎 好簡單 我會你們一定也會 那再來我們來改七七的喔 這裡我沒有看到 OK 這個對 這個沒有看到 對 這邊這裡 好 that was held 再來 that 選到這邊結束 對 這邊加十分 然後so that 你對了 哇 好強喔 很強 對 這個對了 that he would make 對 沒錯 這裡也對了 這裡是加二十分 二四六 七十分 但他答對陷阱題代表他比較聰明 他漏看一題啦 他應該要九十分了啦 因為他不檢查 對 你知道就是那種 知憂學生 然後很有信心 然後最後一頁整個沒做到 對對對 他就是屬於那一種 沒錯 你們都可以吃水果 都有七十分 好棒喔 你們有仔細看這個文章嗎 你知道他的在講什麼故事嗎 你只是在找那個詞句 這故事在講的是 你們當初在走鐘獎 邀請我去你們頻道的故事 對對對 然後我就答應了 然後去到你們的影片 就度過了一個很開心的夜晚 然後今天是我們第二次一起拍片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看到 我在鬧手玩那邊的影片的話 我會把它放在留言區 大家可以去看 那集真的很好看 好 那今天的阿滴教授班 就到這邊抱一段落了 希望大家都有視野大好 謝謝阿滴 謝謝天賢 謝謝天賢 那今天今天就結束囉 大家 我們每個禮拜一 在晚上七年會有新影片 That's a wrap I'll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See y'all 掰掰